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每年的七八月份都属于手机行业的淡季 今年也不例外 香气黄苹果14都已经跌了上千块 特别是有手机三千多就能落地 哈哈哈哈 这不 最近就有很多兄弟心动了 这台就是256g的苹果14 pro 光光换全新为激活 再保持一个月 大贼是6芯片 又零英寸高刷屏 品质和全新机一模一样 但价格会少一些 还有这台苹果14 外观也很新 光双卡5g 搭载满血的15芯片 电视效率100% 无论是续航还是性能 都非常棒 再给一位混蛋小哥 搞的苹果14 pro max 编画有轻微的磨损 但屏幕很新 大贼是6芯片 电视效率100% 无论是性能还是续航体验 都非常的顶呱呱 还有这台vivo x80 pro 外观非常的漂亮 橙色也很新 搭载骁龙8G1芯片 性能也很强悍 是一位小姐姐看中的 这是三星 zflop第一代 搭载骁龙855plus芯片 有点轻寸折叠屏 日常使用还是很流畅的 属于千元档的折叠屏 这台是2022款的ipad pro 搭载m2芯片 还有10英寸高刷屏 使用体验非常丝滑 是休闲办公上网客的神器 这只小费的苹果12 搭载a14芯片 5.4英寸屏幕 是头头的性能小缸炮 还有这个荣耀X30 外观也很新 颜值很高 搭载骁龙6955G芯片 120Hz高刷屏 是性价比很高的千元机 下面是手兄弟机器 这个苹果13是一位深圳小哥的 机身掉期比较严重 但屏幕很轻 国航128G 电射率86% 还有这两台14pro都是全新未拆分的 国航128G 一位长刷小哥寄过来的 这个苹果11pro 光双卡 换过原厂正品电池 电射率97% 搭载满血雷三芯片 性能续航依旧很强悍 还有这个ipad 第七代 外观还是比较新的 大贼a10芯片 日常还是够用的 这个smas外观保护的比较好 每晚256G 电射率81% 凭震不错的原装机 耳机的话 二代的落达156U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凭震很稳定 三代是这个落达又六一一音质非常好 四代是又六一支持空间音频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